无姓女子自爆被周博盈玩弄感情食乱中气 痛批周博盈周旋在她和张家俊之间 三角链登上媒体版面后 31号上午她又po文 说自己莫名其妙变小三 她无法接受 这怎么会是小三 她告诉我她是单身 她说喜欢我 发生关系之后她会跟我交往 这怎么会是小三呢 而且张家俊不知道我的存在啊 吴小姐是一名编剧 曾参与大陆剧盲约 和台湾连续剧最美的相遇 去年一月认识周博盈 两人互有好感 8月时借助男方家一周发生关系 事后才知道男方早有女友 而且就是张家俊 女编剧说媒体曝光前 曾接到张家俊电话 两个女人聊了14分钟 她说张家俊爱得很卑微 言谈中想要选择原谅 受访时确实也力挺男友 很清楚我交往的男生 是一个非常阳光磊落的人 然后他也都非常坦诚 告诉我一切的事情 周博盈是云林县前新闻处长 也当过国民党文床会 新媒体部主任 和张家俊交往 却爆出逃色风波 被女编剧怒控是爱情骗子 对于女编剧一连串指控 我们再次求证周博盈 她已不方便受访拒绝回应 记者综合报道